屋苑的中層單位隱約見到有火光 有白色的濃煙湧出來 火警鐘不斷響 有不少住戶都漏夜疏散到樓下 建離地城嘉輝花園一個中層單位 在星期日晚上7時多突然起火 消防出動一條喉及一隊煙霧隊用了大約45分鐘將火救式 消防在涉事單位發現一個70歲的伯伯 他被當場證實不治 消防初步相信起火原因有可疑 警方接手調查事件